房間回應情緒出問題 租住村屋又被逼遷等傳聞 另外這一位藝人 闊別了螢光幕一段時間 相信大家都會關心他的近況 說的是江華 昔日的男神一號 現在淪落到賣保險 是這樣的 眼前看到52歲的江華 雖然近十年小悅在幕前演出 但在面對鏡頭依然濁爆 貫徹傳媒形容的比劉華更劉華 江華入行接近三十年 1990年憑電影《但願人長久》 獲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有前途新人獎 其實做新人不太過癮 因為老闆不肯用 導演不敢用 因為新人不賣得浮 不賣得浮就不賣錢 不賣錢就沒人請 最近江華被發現投身保險行業 又說被業主迫遷 令這位消失的小生 再次成為傳媒焦點 現在的生活是非常悠哉猶哉 被人迫遷就搬到別處 搬到別處 被人迫遷就再搬到別處 有傳江華2006年因為腰患導致情緒出現問題 這段日子無法工作 辛苦太太麥結文 而最近更以八千元租住村屋 這是有真有假的事 但我現在跟你說的事全都是真的 其實在2006年的時候 我的腰腿的問題 真的導致自己有一陣子 完全無法處理自己 很多人到了上年紀都會有問題 對 坐骨神經痛 我以為自己很年輕 突然之間有一個這樣的情況出現 我就接受不了 所以就將它無限量放大 導致自己好像失控了 是否亦因為這樣導致有情緒的問題 這個也是媒體經常都說 我是否抑鬱症 我從來都沒有看過醫生 也從來沒有吃過抑鬱藥 我想這是一時間自己不能處理的問題 導致自己釋放不了自己 剛才在TVB第一套出現的劇集是《西遊記》 他飾演《唐三藏》 劇集創客44點收視界值 2003年,江華更奪得 《我最喜愛的電視角色獎》 很感謝TVB給我這個獎 很感謝King Sir 很感謝Durio姐,很感謝趙偉哥 也很感謝全人類 不過,她的是非亦和人氣成不勝比 很多報道都指江華拍劇沒有朋友 曾經有人說你是難相處 當時被人這樣說,你是怎樣想? 還有現在看回事有沒有不同? 當時被人這樣說,其實是不開心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我只不過是很專心去工作而已 所以我很少跟人說話在工作的時候 比如又被人說知整,又被人說不合群 又被人說各樣各樣 我看回頭,我覺得就是因為我經常說那句 今時今日就說學做人 當時我真的不太懂得做人 但起碼我不會跟別人相處 起碼我不懂這件事 我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只是自己覺得對,自己覺得對 自己覺得問心無愧,我就去做 我是沒有想過別人 如果我當日好像認識今天這樣的想法 我相信大家會更加喜歡我 我也會更加開心 現在的江華已經進化到另一個層次 她享受做保險這份工作 因為可以幫到人 但同時,她亦等合適的劇本重出江湖 不過,她眷戀的不是昔日的明星生活 一直以來,我過的生活 不是那麼多人都會明白 他們會覺得,為何你會搬到村屋住 住七百斜,交八千元租 好像很可憐 自己出來抹車,沒有請工人嗎 那你又自己出來洗衣服,洗衣服 我就是這樣 以往我都不會做這些事 我不會做這些事 但今天,我覺得是另一種體會 我亦過了幾年 過了很久 都要有一段很長的日子 人生是可以很精彩的 有很多事情 但如果你把自己限死在一個框裡面 這些事我不做的 那些事我不做 那些事我不做 因為我是江華 我不能夠做 我不能夠洗完衣服出去浪衣服 我被人看得到怎行 我不能夠抹車 戴著手套,我被人拍到相片 你明白嗎? 那我就甚麼都不能做 你明白嗎? 那要吃藥 變成精神就有問題 但那種成名的感覺就是 在街上看到有人說 江華,我很喜歡你 和你拍照 那種感覺 我沒有拍戲十年 現在都有人說 江華,這樣吧 有甚麼分別? 其實沒有分別 我是一個這麼低調的人 但我亦都很感恩 就是喜歡我的人 他們一直都很喜歡我 他們一直都很支持我 很欣賞我 我很感動的 我很感恩的 很多時候都是他們說 你甚麼時候才會有新的作品 我真的等了很久 我們先看看舊戲 那又怎樣